为了要做好新冠肺炎疫情的防疫工作 新城乡公所是向花莲监狱购买4000多片的口罩 那么在今天上午在新城乡公所二楼会议室 也办理这个捐赠仪式 要给乡亲境内的这个老陆妇孺 同时也发放防疫物资 提早做好准备来落实防疫工作 新冠肺炎全台每天都有新的案例 疫情可以说是延烧当中 为了落实做好防疫的工作 新年乡长何立台表示防疫是同作战 公所团队可以说是提前部署做好完全的准备 而则是向公所并且向花莲监狱购买4000多片的口罩 要发放给乡亲内的老落妇孺们 24号上午并且举行捐赠仪式 并且邀请乡亲内的环保志工协会 生活美学学会和社会发展协会的理事上和代表们 携行他们进行发放希望给最需要的乡亲 各国甚至有工程的 甚至台湾的病例现在已经达到 确诊率已经达到190几位 当然是境外感染比较多 境外感染比较多 国内还有几项是没有办法查到来源 所以我们的卫福部也非常的紧张 不排除未来会有涉及感染 所以我们在新城乡我们要先来做起比较乡亲的角度要快一点 我想送这个布口罩的意义 虽然布口罩它不曉得没有防疫的功能 但是我们要换起我们的乡亲对于防疫的重要性 防疫的重要性 但是它可以让我们的口罩 口罩 大概可以多用一些时间 所以我们这次 发给我们湘连 我们老肉富足的 给予我们的环保志工 在我们这次向花莲建议购买4000份的口罩套给各位 所以我要拜托各位 各位都是我们优质的志工 优质的替你帮服务的一个兼并 所以我们都会发给各个组织里面的这些志工好不好 另外相公所同时也发放防疫物资 提早做后准备落实做好防疫的工作 新城乡的部分 我们在机家解育部 我们管控的非常严格 我们中旦市 中旦市每天不定时的 用LINE 跟我们这些机家解育的这些个人 来做什么呀 视信 因为视信里面就可以看得到 它到底有没有在家里面 甚至隔壁邻机也协助 来观察它有没有跑马照 但是乡里面每一个志气都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特别也准备了 像我们准备一些防疫的物质给他们 这是我们的卫生纸 我们的泡面 面 还有鸡蛋 甚至泥 还有罐头等等 送给他们 要谢谢他们 各位不要用歧视的眼光来看他们 我们要鼓励的眼光 谢谢他们 因为他们没有趴趴走 现在下载荷里台表示 公署团队可以说是上警八条来因这次的新冠肺炎的疫情 而且什么时候会解除 可以说是难以预测 平时做好准备 控管好相亲的生活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配合 共体时间来度过这次的难关 记得中心想不到